好 那我们看第三十三节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在大纲要求我们对于这张 就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呢 你看概念是我们要掌握的 但病因发明机制 了解一下 临床诊断标准 那是要熟悉的 以及防治也是熟悉的 所以这一张内容其实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多 要求掌握那种也不多 就是概念要掌握 掌握是吧 剩下的就是一个诊断了 诊断和治疗我们要熟悉 其他都是了解那种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多脏器 就是多器官功能障碍 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 MOS 它是指着机体在遭受到 严重的闯伤 或者严重的感染 这个因素以后呢 多脏器至少是两个 引起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器官先后或者同时 发生了功能不全 功能不全 这就是一个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 遭受了重创 遭受了感染 然后呢出现两个和两个以上 器官先后或者同时出现问题 功能不全 叫做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如果多器官功能衰竭呢 对于功能衰竭 它指的是机体也是遭受了急性闯伤以后 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 它的衰竭 衰竭是MODS的一个 它往后的一个延伸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就是先是功能不全 如果在功能不全的基础上 如果你积极地纠正 机体只要原发并积极地纠正 它目前的情况 那可能就不会往后退一步了 那如果你要没有纠正 或者纠正不凉 那它往后一退 就到了衰竭了 衰竭就更不好吃 更不好吃 这个概念是需要我们掌握那种 对吧 概念是需要我们掌握那种 好 我看病因 病因可很多了 引起MODS的 它的一个病因非常多 只要它写的是 你的床伤 严重的床伤和感染嘛 那你可以看看 原先存在的危险因素 比如年龄大于55岁 55岁 有器官功能本身就衰竭的一个 就是障碍的一个表现 就基础疾病 有糖尿病 有免疫功能低下和营养不良 包括恃久 恃久的话 这是第一个 就原先存在的危险因素 第二呢 病存的危险因素 严重的闯伤了 严重的感染了 休克了 休克了 以及大量的输血 肠道缺血性的一个损伤 物息 第三个呢 激发的危险因素 比如用抗生素 以及呢 用了一些益酸的药物 包括高乳酸 高乳酸的血症 还有呢 糖皮脂激素 等等 是吧 等等 就是这是 你看它的危险因素 诱发MODS 危险因素 一个是本身的存在的 原来就存在的 这危险因素 比如年龄的问题呀 原来基础疾病的问题呀 我们看 糖尿病 被你看 特意给列出来 因为糖尿病 我们在有时候会讲 经常去讲座 我总说糖尿病 就是一个甜蜜的杀手 为什么成为杀手 咱们在前面也看到了 你不管是哪个脏气的衰竭 都有糖尿病的事 对吧 那包括你看 多脏气衰竭 又把糖尿病拽出来了 只要有糖尿病 这个病人就 因原则上 就是你就好不了 这个病就是 你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随之而来 随之来打击你 所以糖尿病 是应该是万恶的根源 万恶 尽管你是 你说糖尿病 啥事没有啊 我不控制血糖 我也不耽误吃 我也不耽误喝 那就是错误的 那有错误的是吧 那有些并存的因素 并存的一些危险因素 包括你的感染的 闯伤啊 存在 存在以及激发的因素 等等都可能会引起你的 相应的MDS的一个发生 那么看发病机制 第一个是 严性反应学说 当机体遭受到了 严重的感染和闯伤 打击之后呢 你的细菌 你的毒素 或者你的组织 将会使 将会这个 受到损伤以后 这个刺激呢 就机体 这个巨石细胞系统 发生反应 它会释放大量的 岩性物质 岩性戒指呢 可以形成岩性戒导的 瀑布式的链索反应 非常感染 引起细胞一系列的损害 最终导致MDS 就是岩性反应学说 也就是说 你损伤了以后 你机体受到打击以后 你机体会保护 会确保护 机体会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什么 就释放巨石细胞 而这个巨石细胞 就会释放这些岩性戒指 这岩性戒指 本来应该是 对抗那些打击的 但是它确实 可能打击过了 所以它岩性戒指 又会引起 一系列的 瀑布式链索反应 就释放一些 性分型 氨基酸 释放一些 酸性物质 等等 这些物质呢 却反过来 使你的岩症呢 岩症失控了 就你控制不住它了 本来你是想 借助旁人 去打击 打击敌人的 但是你发现 这个旁人 你借助的不是很好 它保护不了你自己 反而会把你 手术伤 所以就引起了 组织细胞的损害 导致MODS 那么MODS 就是岩性反应学术 岩性反应学术 就是这个 就是你 本来就是岩性戒指 释放了以后 应该是保护我的 保护自己的 然后去打击那些创伤的 但是你 你却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 那就会引起 发起召唤 是吧 召唤 那这些性分禁氨基酸 就起来了 酸性物质就起来了 这起来以后呢 它不光是扑面那些 想去扑面的感染 但是它却发现 扑感染的能力 想很弱 把你控制的 把你这个机体损伤的情重 对吧 等重 那就引起 多档期功能问题了 对吧 那第二个的 缺血再灌注损伤学术 因为缺血缺氧 本身引起你的氧代谢 就有问题了 对吧 你缺血再灌注 你氧 就是你的大量的 氧自由基都开始释放 这氧自由基 不是啥好东西 对吧 它会引起你细胞的问题 引起细胞的结构问题 代谢问题 功能问题 都发生一系列问题 那最终的结局呢 这些细胞呢 就会有 就是你会形成多核的白细胞 会形成的与 它这个白细胞 与那批细胞 发生一些粘副分子 粘性介质 它作用以后 会发生一些 一些粘副反应 粘副反应 最终引起器官微循环障碍 和细胞功能的损伤 导致呢 咱们说的MODYS 也是个缺血再灌注 就因为你缺血 因为你缺氧 所以引起了 自由基的释放 这氧自由基释放了以后 使你细胞结构 细胞功能 细胞代谢 在进一步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 导致内皮细胞增生 导致年副分子 在发生反应 导致炎性介质反应 那又回到炎性介质那去了 炎性介质反应 最终呢 会形成 也是一个连锁反应 是吧 形成微循环障碍 导致细胞损伤 那第三个呢 长圆性 所谓说 他认为肠道 是机体最大的细菌 和毒素的储存库 那大家前面也讲过 有一些肠道菌群失调 因为肠道问题 会引起全身的 一个炎性反应 对吧 也认为是长圆性学说 他认为肠道 是最大的细菌 和毒素的储存库 肠道的缺血 在灌注损伤 那引起肠黏膜的问题 那肠黏膜的屏障功能 就会发生影响了 肠黏膜的屏障功能 影响 那肠黏膜的这个通透性 就会增加 引起呢 肠道细菌和毒素的移位 引起肠道细菌和毒素的 一个移位 那这个毒素就会入血 毒素就会进入体内 因此引起多脏气的问题 对吧 就长圆性的学说 就是你最终 因为肠道的一个缺血 肠道的损伤 导致呢 肠道的通透性在增加 肠黏膜通透性在增加 那这个毒素就入血 细菌就会入血 引起全身的反应 就长圆性学说 了解一下就行 发病机制 我们了解一下就行 有炎性反应学说 缺血在冠状损伤学说 和长圆性学说 第四 咱们看一下 临床的诊断标准 1995年 是一个 Masho Masho 他提出了一个 MDS评分量表 这个评分是我们需要 需要我们知道的 诊断标准 临床诊断标准 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他以每一个器官 系统变量的得分 大于或等于三 作为该器官 系统发生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 标准 因为他计算像养分压 和他的一个FOR 就是计算你的一个养合指数 是不考虑是否使用了集结通缉 通缉方式 是否使用了paper 第二呢 你的血基干 血基干值的单位 是微模二倍升 不考虑是否揭露透析 第三呢 你打红素的单位 是微模二倍升 以及你包括你计算的一些 你的一个 就诱防的一个问题 心防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心率乘予 你的诱防压 或者是中心静脉压 在除以的一个 你的中心静脉压 以及包括你的血小板 技术的问题 技术问题 这些都可能会 最后得出的数 最后得出的数 是一个你的 MODIC的一个评分量表 它会计算你的一个 养合指数 肌肝值 胆红素的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 血液的问题 神经系统问题等等 这些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计算你的 一个评分标准 这要掌握一下 然后就叫MODIC的 一个评分标准 MODIC它本身呢 就多脏器的问题 一个呢是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 你计算的养合指数 是吧 如果零分呢 大于了300 如果这要是在 二分呢 就在151到225 如果在四分呢 就小于75了 就是在减低 越低分值会越高 越高 肌肝 肌肝值 肾脏肌肝值 血肌肝值 是吧 那在100 就小于 小于等于100 就是0分 那如果高了大于500 就是4分 肝脏就看的是 血清 胆红素 是吧 胆红素 它呢 如果小于等于20 就0分 如果它高了 大于240 就是一个4分 那心血管系统呢 如果你计算的是 一个平均值 计算这个值 那计算这个数值呢 如果小于等于10 就是0分 0分 还有呢 就是血液系统中 血压板计数 大于120 就是没问题 就是0分 如果是小于20 就是4分 神经系统 用格拉斯科评分 大于就在15分 就肯定是0分了 如果是小于等于6分 就是4分 所以呢 它是以计算 计算的一个分值 计算一个分值 来就是看器官的问题 主要是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包括肾功能系统 肝功能系统 血系统 血系统 一共6大系统 6大系统计算的分值是 就是你那个计算的方法 不一样 看的方法不一样 呼吸系统看的是养合指数 肾脏系统 就是肾性功能 你看的是基杆值 基杆值 杆功能 你看的是一个挡红素 是吧 等等这些 这些咱们就 这个表格是需要掌握的 这个表格是需要掌握的 就是多少分值的问题 多少分值 计算的是什么情况问题 当然你要知道是什么 前面这个小的解释 你计算养合指数的时候 是不考虑 你是否就在 目前这样积液通气呢 是否你就在捏着皮球呢 这些不考虑 不考虑 包括你基杆 你不考虑它是否接受透析 接受透析 接受不接受透析 你都要这么计算基杆值 基杆值是吧 就是说这些都要 要知道 细节问题还是应该知道 细节问题还是应该知道 那我们看下面 就是MDS的 它本身病情 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 严重程度 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 兽体器官 比如说它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你的器官系统 比如说外周循环 外周循环系统 无血容量不足的 你中心静脉压在60 尿量在40 低血压 持续时间在4小时以上的 你这有分值一分 对吧 这中国1995年的一个给的一个分值 对吧 分值 第二位呢 没有血容量不足 中心静脉压小于了60 小于60 或者大于 在这要大于50 尿量呢 小于40 再大于20 二十 致端老婆婆呢 没有任何意识障碍的 你给你两分 第三个呢 没有血容量不足 中心静脉压小于50了 尿量小于20了 致端湿冷了 意识障碍了 这个时候你得三分 得三分 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分值 那心脏也是一样 心动过速体温升高 升高一度 心率升高15到20次 这二次心肌酶正常 你一分 心动过速心肌酶 异常了 有问题了 你C 你就计算联酸基酶 等等 乳酸脱性酶 有问题了 得分 那死性心动过速了 死颤了 就各种心率失常出现了 那怎么办 就得三分 三分 当然还有肺部的问题 呼吸频率 呼吸频率在多少次 在20到25次 吸空气时 你的一个养分压 在多少 在多少 包括一些胸篇的问题 等等 这些都是 就是你在呼吸系统中 也会 就是呼吸频率的问题 养合指数的问题 养分压的问题 等等等等 这些 包括胸篇的问题 这些都是算在内 你看它 分支 分支也是一二三分 也是一二三分 这些也是要 原则称 也是要由我们掌握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一节本身内容 就比较 比较 就是说 比较详细 比较详细 因为它本身 多脏气 多脏气 你肯定是两个 及两个以上 一上气管 先后或者同时 发生问题 在多气管 在多多气管 那你肯定有 你这重要脏气 心肺脑腎 肾这些重要脏气 你肯定是要有 相关的指标的 对吧 相关指标的 所以你看 心脏外周循环 肾肺脏就有了 对吧 那肾脏也同样 同样你看 如果无血容量不足 那尿量大约40 每小时 尿的那 脊肝值正常 你就可能就得 可以得一分 但如果 无血容量不足 尿量小于40 大约20 那利尿剂 冲击以后 尿量更多了 尿那在20到30 毫米每成 尿肌肝在177 可以得两分 两分 但后面的也比较多 比较多 肝脏呢 是用你的一个 骨草软霉 骨草软霉的一个问题 它正常值 两倍以上 胆红素在17.1以上 34.2以下的 得分 那如果已经发生 肝性脑病了 得三分 胃肠道也是 有脏气 肠病减弱的 得一分 如果高度的一个 骨肠 脏气 肠病因呢 就几乎消失了 你可以得一两分 如果是麻病肠梗阻了 硬筋溃疡了 那等等 这些呢 得三分 那还有呢 就是凝血功能 凝血功能问题 血小板在100以下了 肾病代表元正常 PT TT都正常 就得一分 如果血小板在100以下 肾病代表元 也有问题了 2到4克 之间了 之间了 PT TT正常 正常 比正常延长 小于三秒 就得分 大于三秒 就得更高的分 脑部也是 兴奋 试睡 语言 呼唤能睁眼 就是试睡状态 呼之能睁眼 是吧 能够交谈 有定向 能力障碍 能够 但是听懂指令 得一分 如果你看 对说话 没有任何反应 对刺激 没有任何反应 得三分 那时候已经昏迷了 是吧 就是你知道 这些脏气 都是有的 包括代谢 是吧 包括代谢 有血糖的问题 血量小于3.9 或者大于5.6 血量小于135 或大于145 大于145 这些 pH小于 小于7.2.3.5 或者大于7.2.4.5 这些都是得分的 本一分的 就是大体还可以忍受 如果血糖 在小于3.5 或者大于6.5了 或者低或者高了 尿纳 那个血量小于130 或者大于150 或者大于150 或者低 也是或者高 pH呢 在7.2 或者7.2.5 就是说 更低或者更高 这时候得分 那到后面了 还有血量更低了 或者更高了 血量更低了 或者更高了 pH更低 或者更高 这些都是得分 会更多 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多脏气 就是你从 你这段中国籍 中国籍的 不管你是心 脑 肾的问题了 肾的问题 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的 代谢问题 就是你的pH值 血气 血气分析 血糖 基干值 包括你的一些 凝血功能的问题 凝血功能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肝脏的话 也是以转炎煤为主 转炎煤为主 肺脏是以你的一些 养合指数 以你的呼吸频率 以你的这些胸篇结果 等等这些为主 就是结合辅助检查 结合你的临床表现 综合判定 这个患者得多少分 得多少分 这是中国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需要 我们进行掌握 掌握这个大纲要求 我们掌握 你就得掌握 对吧 掌握就是分值的问题 可能这些分值 可能这样的分值 并不是很多 很多 但是需要我们掌握 咱们马醉本身的 考的内容就特别多 这个微重症这部分 更是一样 更是一样 因为本身你可能 应该说是我们 应该是经常接触 这些多脏器的问题 因为到ICU以后 这病人应该说 原则上是没有轻的 都是重的 都是重的 那我们都需要 我们严格的掌握 我们相关的问题 那看防治 首先看一下防治原则 就消除危险因素 阻断发病同路 保护和支持 脏器的一个功能 同时促进受损脏器 进行恢复 恢复 那这才是你的 一个原则问题 对吧 就是你原则就是什么 你原来有基础疾病 你要把它消除 原来你有右派因素 把它消除 把它消除 是吧 你有问题了 咱们去治 让它恢复正常 那看一下第一个 就是加强对高危患者的监测 那高危患者在ICU内 发生浓毒血症了 感染的年龄大约55岁的 休克后呢 仍有供养不足的 存在坏死或者损伤的 病灶的 严重的闯伤和大手术的 这些都属于什么 高危患者 高危患者 年龄大约55岁 其实一点也不大 对吧 但是年龄大约55岁以后 你其实你的这个 原则上你脏器功能 在有问题 再加上你本身 你就是你功能已经老坏 再加上你两个以上脏器 出现问题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出现MDS 对吧 所以这要知道 而且在ICU里 你发生了感染 那就那可比你在家里 发生感染要严重的多 因为ICU 咱们说在前面讲 加护病房 咱们讲过了 是吧 它就是 它来有哪些人员比较多 那一般都重症 它而且它是从这个病房 带来的 从那个病房带来的 对吧 它可能都是一些混合的菌 而且都是一些男治菌 你在这块感染了 那一般就预示了你 就男治了 男治了 是吧 再加上年龄 再加上你的一个羞愧以后的 你的供养不足 供养不足 以及存在坏死或损伤的病葬 等等这些 以及大手术以后 都可能会成为你的高危因素 第二呢 积极有效的消除高危因素 你补充血容量了 是吧 改善组织器官的灌注了 尽早养疗 是吧 控制它减少它的低氧血症了 控制感染了 这些就是你的一些危险因素 咱们说了 你不都就可以消除了吗 你有感染 咱们先开始控制你的感染 说你养工不足 我给你养 给你养 说你循环 你修课 我给你纠正修课 补充血容量 我们有血量 那感染是吧 就是有效的控制感染 第一呢 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的使用 我们是要有 是有原则的 而且有限制级别的 对吧 并不是所有的医师 都有资格去开 每一种抗生素 对吧 抗生素 有的是限制副主任医师 有的限制是主任医师 它是不一样的 那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需要我们 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 引起重视 那为什么会限制呢 就是因为你级别不够 你可能对这个 就是这个疾病认识的不到 那我们都需要高年子的医生 给他进行把关 把关上这个要明白 为什么会有抗生素的级别的 级别的限制 是吧 级别限制 同时我们要知道就是 本身抗生素 它也是一代一代更更新 那可能 可能就是说 它对细菌的一个 应该说是 它的一个抗菌谱都不一样 我们要合理应用呢 也是一个抗菌谱的 一个合理的应用 你要充分估计这个病人 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染 我们可能会需要 给他用一个什么样的药物 而且这个药物 你合理在哪 要足时记录在病例里面 对吧 足时记录在病例里面 这时候你才分析的到位 人家病案科老师一看 或者别的人 专家一看 就合理 我为什么用这个抗生素 为什么用了多长时间 就是合理了 对吧 第二呢 必要的隔离措施和无菌技术 杜绝医院性的感染 感染就是 原则上是这个病房 应该就是定期的消毒 尤其是一些加护病房 或者尤其是 就是我们的一些隔离病房 是吧 更是要定期的消毒 就是防止它 医院性的感染 就互相交叉感染 这个是很麻烦的 有很多老人 在这个监护室里 就会就会得一些 耐药菌的感染 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医院性的感染 医院性感染 咱们知道 老人本身就是 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对吧 就是一个高危因素 因为他本身就是 体脂的比较弱 脏气功能的比较弱 他的反应能力就比较弱 再加上长期卧床以后 他这个排弹能力就比较差 对吧 因为咱们也生活在医院里 为什么你没有带来 你没有得这医院性感染 反正因为咱们就是 毕竟 应该说毕竟还年轻吧 尽管我比你们老多了吧 毕竟还年轻吧 所以他的 就是你的屏障功能也好 你免疫功能也好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会对这些细菌呢 都会比较屏障 就是比较 就让他不容易寝入到 集体力 这个就是 这些老人呢 他可能比较弱 尤其是已经有基础疾病的 对吧 第三呢 就是寻找和消除 就是各种管道 不管是下个胃管也好 下个气管 插管也好 下个尿管也好 对吧 这些都是管路 包括你静脉穿刺 这都是管路 这些管路就容易引起感染 因为毕竟和外界相同 对吧 你平时你说你排尿 你一天你也排个五次 排个四次 你不能总排吧 所以尿道不是完全 总是与外界相同的 你肠道也不是总外界相同的 你当然呼吸道 你可能是与外界总相同 相同是吧 但是呢 呼吸道有相同 当然我们粘膜屏障 就是说功能是完整的呀 不是说你插管了以后 这个路 这个管只能从这边走 其实只能从这边走 我们这种鼻子 鼻子就本身就是第一道屏障 对吧 我们有这种屏障 自然就会减少这些感染的几率 你把这个屏障都消除了 都没有了 那自然就是那种感染几率就会增加 就会增加 就是它的风险就会增大 所以就是一般说 就是一般人认为 如果这个病人下了尿管 有90%以上 就会并发密尿系感染 密尿系感染 这就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本身像刚刚说的 尿道不是每时每刻与外界都相同的 相同的是吧 所以而且它尿道也不是说你 它像呼吸一样有吸有呼 它是直接往外排的 外排的是它不会往黄里吸 所以它就是往外排的话 它不会就是 你就算尿道壁上沾染细菌 它也会冲杀出去 所以这些就是 都是一些风险 风险是吧 包括局部的浓种 第四呢 就是注意解抗和消除内毒素作用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像外科的这些大肠杆菌呢 或者绿浓杆菌呢 它可能就是这些毒素 进入血液后 引起的浓毒血症 引起的一些感染性休克 对吧 那是要引起的多脏气功能出来 所以你要注意这些内毒素的作用 内毒素的作用 就要注意消除 第三 把握特异性的治疗时机 如对严格创伤 要及时清创 特异性时机 就是开始 病人来了以后 可能在严重创伤的情况下 或感染情况下 你出现两个以上脏气 那在严重 在感染的创伤期 在创伤期的时候 你要及时积极救治 积极救 进行清创缝合 清创缝合 当然咱们不再讲 清创缝合具体情况了 就知道就是你肯定要清创 今天好好处理这个伤口 那避免它感染 避免它引起进一步的其他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就像咱们在做 应该是120出现场 你发现它有骨折 你发现它有骨折 你当时就要及时处理 那如果是一个骨盆的问题 或者骨骨干的问题 可能引起大量的出血 你可能现场都要给它进行 相关的一个液体的补充 然后把这个腿和那个腿绑上 就当个夹板固定 或者有树枝 给它先夹板固定 这样它防止它腿的 来不下去的一个损伤 然后到医院及时清创缝合 清创缝合就是防止它进一步失液 防止它进一步失血 防止它进一步的损伤 第四避免意愿性的损害 输液过多可以引起肺垂肿 肾用对器官功能损害的一些药物 比如暗基糖尿的药物 对于肾功能的损害 要禁止高浓度吸氧 养疗法咱们前面也讲过 高浓度吸氧会损伤肾脏 会损伤脑子会损伤肺脏 所以这些都是要严格注意的 尽量避免这些情况 所以在网上有一个家储问 但是假如蓝光照射 就是因为黄胆 黄胆之处超过一定数值 会叫蓝光照射 蓝光照射的时候 我们这孩子 因为他是要把眼睛和生殖器 给挡上的 挡上避免照射这些 但是我们这孩子可能想 他等着动 把眼睛弄掉了 医生护士也没有发现 都一直在蓝光照射 两小时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难确定有没有问题 但是原则上肯定是有问题 对吧有问题 蓝光照射这个眼球 的确是会出现眼球的一个损伤 眼睛的确是有问题 所以这些就是医院性的问题 应该避免 避免它的一个出现 避免它出现 所以有的病人也是 像输液 有的病人也问 他说在那个 我们这看就是说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不好出去去复诊 复诊我们就上北京去复诊 那么在当地医院就看了 当地医生说呢 就是神经内科医生说呢 他说每年让我们 每年他就输点液来 来保护一下血管 来那个就通一下血管 有没有必要 我说这个观念就是 有很多医生都是这样 包括很多地区的医生 也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这个观念是 原则上是完全完全错误的 什么叫有的说 输点保健液 有的说输点通血管的液 这些全部都是错误的 全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这要明白 而且输液你看 本身就是把外源性的物质 带到体内去 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 其实你要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在于平时的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的一个积累 对吧 点点滴滴的一个预防 而不是说我一年到头 啥也不干 啥也不干 我也不吃药 我也不控制血压 也不控制血糖 我就一年 我的春天熟两天 熟十天夜 秋天熟十天夜 我一年都保证你 不犯病 这个谁难保证 很难保证 对吧 也不可能保证 所以要知道 不是说你随便输液 输液是必须要输液指针的 才给你输液的 咱们记得在国外 输液算小手术 是不可能轻易给你输液的 不肯定就算手术 手术咱中国可能放松也 但是国家目前 抓得非常紧 非常紧 三家医院都已经撤了 撤了一个门诊书留关了 对吧 撤了门诊留关 就不允许你去输液了 不允许你输液 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的现象 因为你这个输液 增加了门诊的负担 也增加了个人的医院的负担 也增加了你的身体的风险 没有好处 是吧 第三呢 就是阻断发病通路 包括什么严性反应 咱们刚才学说的 是吧 你严症反应学说 你阻断严性反应 你又把西标因子学说 你就阻断这个 你缺血赞贯注嘛 是吧 你需要因子的一个解抗 包括呢 一些可以用学进化技术 进化技术 以及解抗内毒素等等 这些都是你的一个 阻断发病通路的一个学说 就咱们刚刚说的 什么长元性学说 去血赞贯注学说 元性因子学说 是吧 这些学说之所以出现 之所以存在 很多学说存在 就是因为你在治疗过程中 你在应用 你在应用 你应用过程中 你发现呢 你在用这些药物也好 你在用用这个方法也好 你发现它是这个激励 那这个激励 那这个激励 这个病 你用这个 就是这个病 你用这个激励 他也用这个激励 那个人也用这个激励 那证明这个病 可能和这个激励有关系 有关系你就出来 你就提出了一个学说 对吧 你学说一说 能够自圆学说 没有问题 OK 还有经过临床的一个 临床我们的一个见证 OK 你就成立了 你就成立了 是吧 当然现在都是学说 都是学说 第四 脏气功能的支持 脏气功能的支持 治疗的原则 包括呢 支持适度 整体协调 多加保护 加强监测和随时调整 什么叫代谢支持 支持 就是你要给器官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一些营养的支持 要机体提供适当的营养底物 以维持你的细胞的一个代谢 的一个生长的需要 生长的需要 因为机体要是 说没有代谢 就是因为人是民以食为天 你肯定要吃东西 为什么要吃东西 你说一天我啥也不干 躺家里的 你也要吃东西 因为机体总是要代谢的 总是要代谢 总是要消耗的 你就呼吸本身就是一个消耗 就是消耗 是吧 所以呢 你就是 你就躺床上 你也会有饿的 那个时候 是吧 所以更狂的一个病人呢 他需要更高的能量 来什么 来维持住机体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付出 付出 因为他本身得疾病 就是一个消耗状态 为什么很多老人 他躺床上以后 这几个月以后 你发现他越来越瘦啊 越来越瘦啊 就是因为他在处于 天天处于一个 一个负平衡 负担平衡状态 你总是要他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他会越来越瘦 那当然如果 你就住院期间 你发现这个老人 你白白胖胖的 那这因为你营养均衡 营养均衡 因为营养到位了 他就这样 是吧 所以你看 我们要知道 就是要知道 尽量的补充 他的一个能量 降低集体代谢率 或者是促进蛋白质合成 比如蛋白 然后菠萨糖 每天要小于200克 蛋白质 每天要每公斤 每公斤体重 是1.5到2.5克 那45%是质量氨基酸 脂肪是主要的热卡 非蛋白质热卡 跟蛋的比值是100比1 就是你要计算出 你的碳水化合物 你的蛋白质 你的脂肪的一个比例 一个它的一个 应该说一个数值 数值是吧 然后呢 给它分摊到 你的一个液体里面 液体里面 你的菠萨糖 肯定带有糖分 带有糖分 你的氨基酸 代替了蛋白质 你的脂肪乳是在脂肪的一个热量 我想说 你要包括一些维生素 各种包括水溶性维生素 你的脂溶性维生素 等这些维生素 以及适当的胰岛素 包括你要吸氧 氧耗 或者说这些 这些都计算在内 都是一个机体 一个人它基础的一个代谢 既然你当时咱们计算不好的话 你可以请营养师来计算 请营养师来计算 营养师会根据 换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相关计算 第二就是呼吸知识 循环知识 是你的目标 是你的心 你的心脑指数 你的心脏指数 大于4.5 氧供在每分钟 每分钟每平方米是600 当然要 第二方法 也可以进行养疗 机械通缉也好 你应用的就是说 自己用养疗 就是自己去给它 脂肪管吸氧也好 还是看病人具体情况了 对吧 用一些血管活性药物 用一些必要是用 主动脉内的球脑反驳术 都是维持住它的一个循环 维持住它的一个养合 维持它的通气 那肾脏支持呢 是适当的 维持适当的血容量 所以维持适当血容量 缓解肾脏血管的 肾血管的痙攣 维持尿量是每公斤体重 每小时0.5到1毫升 然后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肾脏替代疗法 用透析 透析也可以的 就是你看各种脏气 就呼吸 你要去用一些什么 用一些养疗法 来保证它的养共 循环 你又要维持住 就是维持住它的心脏指数 也是要 必要是用一些 就是用血耳活性药物 或者正性激励药物 肾脏你用的是 一些就是改善循环的药物 就改善肾脏循环的药物 缓解肾血耳经软的药物 使你尿量在增多 尿量在增多 就你看尿量 来调解肾功能 所以每一个系统 它都有自己能需要的一个地方 包括营养代谢 咱们刚刚讲过的 营养代谢 一天补充这患者 一天足够的热量 足够的能量 这也是一个 咱们需要的一个问题 需要问题 就是咱们 必须要保证这个患者 勇敢的活下去 你就除了让他喘气 除了让他就是 就是能够就是说 你维持这心脏的循环 你必须营养也要跟得上 跟得上 它得有足够的热量 是吧 足够的能量去抵抗疾病 第四呢 就是胃肠道支持 早期肠内营养 显微素 显微素是吧 是应用一些胃肠道的 微生态的 比如说一些菌群调节的 一些药物 是吧 一些药物 用胃粘膜保护的药物 保护药物等等这些 适度的应用一些 质 益酸剂 质子泵抑制剂 是吧 维持胃液的皮育值在3到4 3到4等等 等等 就是你要 就是胃肠道就看 因为它有时候会 胃肠道会出现牺牲 是吧 会出现应急性溃疡 那我们可能又要 用用一些 内静下止血 或者用质子泵抑制剂 来益酸 益酸是吧 就是对于重症患者 它有可能会引起这些情况 你可以用用一些 质子泵抑制剂 或者是一些 H2受制解抗剂 来预防它发生 应急性溃疡 需要 同时你要用一些 调解肠道 微生态的一些药物 比如说双脊杆菌 或者是一些 就是什么 低压巴杆菌 等等 这些相关的药物 来调整肠道菌群 因为咱们说 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 咱们说有一个 屏障功能 那个肠道血缩 也说 那就它缺血缺氧以后 它的一个细菌 露出去以后 就全身的眼睛反应 也会出现 那咱们把它的 肠道这块保护好了 把肠道这块的 生态平衡 给它维持好了 那你就得病几率 也在减少 对吧 也在减少 第五 肝脏的支持 肝脏指示 用一些质量氨基酸 用一些保肝药物 维生素 用一些维生素类的药物 或者能量合计 尽量避免 缺血缺氧 尽量避免 就是你要保证 这个肝脏 是吧 第六呢 血液系统的支持 纠正贫血 出凝血功能的 监测与调整 以及防治 DIC的一个可能性 那性是吧 就是因为它本身 要是肝功能有问题的话 当然了 其他脏器有问题的话 也会引起 凝血功能问题 对吧 也会引起凝血功能问题 也会出现呢 DIC的可能性 也会出现DIC 可这些都是一个 应该说是风险 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比较高的 需要引起重视 需要引起重视 所以这时候 你的血液系统 也必须要保护 也需要保护 所以你要知道 你看 你要需要的应用的问题 就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咱们看 防治 包括你的一个 高危患者的一个保护 包括你消除危险因素 当然了 你还有包括什么 阻断发病通路 阻断发病通路 以及循环呼吸的支持 呼吸的支持 包括肾脏的支持 肝脏的支持 胃肠道的支持 血液的支持等等 这些 对于多脏器功能不全 多脏功能不全 因为它是多脏器 出现受雷 所以各个脏器 你都要坚固 都要坚固 不能让总咱们人为的去牺牲某些脏器 但肌体可以在血液重新分布上 可以牺牲某些脏器 但咱们人为上 咱们个人是不能让它去牺牲某些脏器的 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于任何一个脏器 咱们都要进行加以保护 当然重点像洗脑肾的这些保护 我们肯定要更加重视 更重要 但肝脏啊 像血 像一些胃肠道啊 这些我们更要坚固 坚固 当然我们又需要监测凝血 监测血液系统 因为很多患者会出现脏器功能的时候 也会引起血液系统问题 但是前面讲这个 你诊断的时候 也有血液系统凝血问题的 凝血问题 多少多少分值 也是有分值的 所以那个分值 我建议大家肯定是要掌握的 那掌握的 它尽管是原则上是不太好记 不太好记 包括肺部啊 包括肝脏啊 它都有一些数值 建议大家还是应该 用一定时间来进行详细的记录 这样会更好 对我们的一个分值提高 也是有好处 当然对于我们临床 对于我们临床更是有好处 因为咱们毕竟还是要接触临床嘛 就临床 我在前面也讲过 就是讲这个课 第一个呢 就是应对咱们的考试 因为咱们讲的都是重点 其实原来要详细讲这个 这个MDS的话 可能会用很长时间来讲解 来讲解 咱们就为了考试 咱们讲的比较精简 但是呢 我们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临床 因为我毕竟也是个临床医生 是吧 更重要的临床 你通过老师讲解以后 你发现这个是用在临床上 会更加直观一点 更加有效一点 这样会更好 更好